大家好 回來升旗易得道 第2節 11月17日 這個風火連天的時代 我們就要幫回一些風火大地 因為剛才在看直播的時候 看到蘋果的新聞 示威者和防暴警察隔著一條窩打路對峙 防暴警察一邊就看著示威者向他開槍 突然停了 原來轉紅燈 有車在窩打路兩邊駛出 整個畫面就是告訴你 防暴警察放出雷彈是會看紅綠燈的 綠燈的時候就會停 跟紅綠燈的 車走完後又放出雷彈 畫面很詭異 詭異到一個極點 然後 示威者那邊又扔了一些汽油彈出來 因為有車的時候就沒有扔 直到沒有車之後就再訂了 接著 轉燈的時候 大家也是停在 讓車經過 來來回回 整個小時 這些可以叫秩序嗎 戰爭的秩序 規律和秩序 這就是in order 我想全世界只有香港才會這樣做 這個不是chaos 香港才會發生這種事 很神奇 對著沒有的 對著沒有可能的 原因是因為那些防暴也是在等待支援 因為當時我們目測是20多個 示威者應該人數會比他們多 他們可能在不夠人的情況下就一直跟你對著 對峙 亦都不敢貿門攻過去 大家聽到這裏記得了 支持六部曲 因為 我們最近 大家都知道 經歷了這麼多場大戰 這個星期真的打足七天 是真的 我們 有很多 朋友需要支援 尤其是這兩天是真的 十分之多 每邊的大學 我再說一次 無線電視 我屌你老母 不停地宣揚 說暴徒怎麼破壞香港 現在是很明顯 是你警察不斷使用暴力 不斷暴力升級 你知不知道搞到多少人瘋了 剛剛我們接了一個求助個案 就是有兩子弟 被他老爸突然發瘋 他老爸看完無線新聞 接著就拿刀出來看著他弟弟 是真的菜刀 我們就現在幫他安排一間屋子 安安全存 起碼就不用 跟這個瘋的老爸在一起 那麼他媽媽呢 原來已經是頂不住了 走了 因為他爸爸是神經病的 你這個混蛋的電視台 這個也說了 袁志偉這種人應該是全家截資的 新聞報 個個都應該是全家截資的 唐尿上眼 我們繼續說回這場戰役 打了那麼久 尤其是這個星期那麼激烈的 非常激烈的 打了一個星期 1111打到117了 應該很明顯很快 今晚就118了 我們也說了 現在我們對無線 經濟戰要全面開打 拒絕他們任何的 這個 誰買去廣告 去去哪個 商場搞鬧 全部 追擊 真是害怕你嗎 現在真的是彈仗 外面的手足當作子彈 裝鴨車衝過來撞人 甚麼都齊 現在好像說會開槍 說會開槍 老實說 你開槍很簡單 現在外面的很多手足 是會 因應你們開槍的數目 是會作出這個 反擊的 可能會 去一個 不同的地方也會作出一個反擊 具體的情況 我們就不知道 你知道 太多人 因為手足的數目太多了 可能有幾百萬 他們用甚麼方法 用甚麼途徑 在哪個地區 對甚麼人 作出反擊呢 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 我們呢 今節其實就想說一點輕鬆一點話題 因為我們看不過眼 有人趁著這些時間 在 法國爛財 在法國爛財 在香港人 即使是 站在黑警那方面 也有人想 從中混水摸魚 發一筆大財 最近 我們收到很多 警方 比較正義一點的朋友 報料 他們說 現在警方 是大量 在那些 警區 搞一些talk 講座 不斷銷售 警員 不論甚麼都銷售你們 去大灣區置業 還說到明 包你們的子女一定有書讀 一條龍服務 香港有甚麼 有的東西 大陸全部都有 你們儘管上來住啦 你們儘管上來買樓啦 說到天上有地下無 警局變成 展銷場 展銷會 展銷會 非常之好 我們剛剛收到消息 類似這個裝甲車的物體 是這個 生陷火海 如果是 撞身這個火場 平常來說 我們都祝他早日康復啦 在我們現在手上的資料 跟他的投訴不吻合 沒有的 我們還沒收到投訴的 前線人員已經被我們停職了 但現在他說 因為不再under我們的系統 是不受控的 前線手足說很金尿 射了那麼久 現在他要去洗手間 所以要停職 到他 撞完尿了 就可以復職了 李家超那句又出現了 瑞姆 裝甲車 你去得到那裏 就要有這樣的風險啦 最重要的是 剛才我們也幫他改了名字 他叫盾武嘛 你裝甲車原來不是打擋的嗎 你打算去那裏 吃花生的嗎 你也不銳 說甚麼話 你說你很銳的嘛 你真是瘋了 我們先說回正題 因為這篇文章 有很多在警戒服務的朋友 向我講的 他說 現在這些時勢 外面的手足 他們的手足 那些同袍 出去跟你們 搏鬥 他們口中的暴徒 會拿命的 要射箭 又會放火 又會有私了 連他老婆 都說被人蓋了幾巴 喂 你們現在在賣樓 做銷售嗎 哪有心機買樓 很認真說 你現在銷售我們買樓 是不是要搬回大灣區住啊 我們是不是全香港的警察三萬多人 一起搬回大陸住啊 喂 你說出來 當然不是深圳啦 大灣區當然不是深圳 深圳很貴的那些房子 深圳的房子是一萬一呎的 他現在是銷售他們兆慶 你知道兆慶是甚麼地方嗎 兆慶是很遠的 丹霞山 因為我去過 你知道以前沒有高鐵的時候要坐7小時而已嗎 現在不用 兆慶以前我們回鄉 兆慶的 火車上面 好像印度那些車 那裏是 那個椅子下面也有人躺在那裏 是一個很納癖的地方 現在很多了 現在你也沒有回大灣區建設 或者沒有回大灣區建設 早過現在有甚麼都好 以前少兄最出名是果精種 現在最出名是甚麼 樓盤 專負黑警的樓盤 六十萬起 個個都有樓住 個個可以成為業主 怎麼上班 他打算你退休之後住 是不是 你現在有宿舍的嘛 那就好了 你不用怕宿舍被人圍 那麼遠不會有人來 但是有個問題 軟水就救不了近貨 25歲的同時怎麼辦 他們還要在香港25年 坐底住了25年 那25年會飽受這個宿舍被圍的 你不要說是捱過這年 捱過這個月才說 這個月也很漫長 11月11日到現在7日 我們這7日已經取得盡了 這個問題也要往返公海 我們現在也還在公海 其實真的很累 這個行程對我們來說是很累的 很多人在投訴 原來在新界區 九龍 那些不同地方的警區 都有開設一些專題講座 在探討 在銷售你們買大灣區樓 其實我們收到一個消息 現在 這個樓sir 光頭樓sir這個交頭 他就說據說在大陸 大灣區買了兩層樓 就是拿雷明燈那個 光頭警長 我經常都說 到了你的年紀還是做警長 你也是 你也是退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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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職級的話 你看 柏林仔 總督策來啦 三顆花啦 是不是 人家有用就三顆花啦 你沒有用就三柴啦 說學歷也沒辦法 但是 光頭警長 買樓的錢 據說 是不用錢的 我們收到回來的小道消息 他那兩層樓 是發展商送給他 是當做 請他做代言人的代價 這個 首先不理他是不是觸犯 防止賄賂條例 現在有人 希望用他們的身份 去促銷這些大灣區樓盤 因為 他們覺得 這個商機很大 香港有三萬多個警察 如果三萬多個警察都跟他買這些樓 就發達了 你想想 一個單位幾十萬 一萬個單位幾十億的 如果三萬多個單位呢 100多億 是不是大生意 是不是值得給佣金呀 100多億 給10隻佣 是不是有十幾億呀 給得到那麼多呀 給得到的 但這些樓盤是要給10隻佣 要不然是賣不去的 大家都知道這是甚麼事 筍東西 一隻佣也不會給啦 大家明白的啦 聽到我節目多就知道了 給得那麼多佣當然會有問題啦 我們這半年都講得很少這些東西 我們這半年都講得很少這些東西 這半年都沒有講過這些東西 但是我要告訴你 地產有個術語 毒蛇出沒 七步之內必有解約 意思呢 你在 這裡有個物業 隔壁左右呢 通常都是隔壁的人買回 因為他收入熟 你在太古城有個物業 市價一千萬人 要950萬人 即是有人買 通常都是隔壁的街坊買回 因為他熟悉那個地方 當有人叫你去肇興買樓的時候 你一定會猶疑的 誒 是不是困我呀 60萬 是不是值20萬 你不用想 一定是值20萬 你真是聰明 為甚麼那套邵興的盤 要千里迢迢來香港找你的笨子買呢 原因是虧去賣不去嘛 當然啦 現在他們找到一個代言人 就是一個叫林志偉 林志偉跟 雅居樂 踏上了 狗上雅坑有條路 現在他找他做代言人 銷售樓 不知道要給他10隻勇還是多少隻勇 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30萬個單位買出去有180億 大家想一下 每間給他10個勇 那裏是18億的大生意 勇金而已 那你想一下 你化夢就好了 先賣一曬吧 18億 射也要射九次啊 那他肯定不是射 那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億 給示威者 你別說銳帽 什麼帽子都買到了 核帽子都買到了 賣坦克車 銳帽子都買到了 很快的 我的示威者 直升機上網 買F-16 可能買不到 10多億一隻 買潛艇 潛艇都沒有 集擊水警 不要想這些高端的 你買坦克就夠了 也不用買坦克 只是買堅托式 你也很過癮啊 你出吧 NP-5就出吧 AR-15就出吧 出盡一點 那些叫反坦克導彈 或是叫手彈性導彈 不確意炸了 槍會山軍營 裡面也有相應的武器 我們不會的啦 人不犯我 我們不犯人的嘛 你們攻擊嘛 你們攻擊嘛 拋勾你啦 沒辦法啦 我們說回這宗大丟 因為因應這個雅居樂 就找了這個 林枝偉做代言人嘛 所以其他樓盤 就在想辦法了 我們要抗衡才行 你被這個混蛋搶救生意的樓怎麼賣啊 這些警察只賣光瓦居樂就行了 不用幫我那些的啦 其他的樓盤怎麼銷售呢 因為他們的願望有限 警察始終只有三萬人 買完就沒有了嘛 除非這樣 要警察愚蠢一點 賣了香港他們自己買樓 你知道很多警察在外面買樓的嘛 有住宿舍也行 除非這樣 有些傻子賣了香港一層樓 在大陸賣了五間 這些就有機會是他們的客人 是不是 現在他們 已經有兩個人 在爭奪這個十八億的大餅 你想一下 三萬多個 所以 我不明白 他們那些區域 譬如新界區的指揮官 是不是有份 分衣不佣金的呢 那麼下廉的幾位搞了話的呢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一定有的 不會有人 無端端平白在幫他安排 除非他真的是傻子 其實呢 這個代言人 收了個勇 其實他可能 如果你收十個勇 你又可能會拿一些出來的 不如你叫人家下面安排一些人 給你去見嘛 那你就會一層一層的撕下去了 請你去ICCC查一下 整班人就收回勇 好像前女落那樣 收一筆白分數回來 這個叫做 署長級分多少% 到探長就分多少% 然後那些車頭也分多少 黑腳也可能 黑腳也不能分 黑腳要脫頂帽才能取得 現在呢 指揮官也分了一塊 裡面的大Sir也分了一塊 很多人分錢 他可能 收不到那麼多錢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整個餅子 可能是18億 他也是這樣推銷指揮官的 大Sir 你做了那麼久 你也沒見過一億 我這裡有一條數 賣一間 我十隻勇回來 我分三隻給你 然後你也分兩隻給下面 每人那些 這個警隊還是不是警隊來的呢 其實他們是一個層額式團隊來的 銷售團隊來的 就是一個全銷團隊來的 就是一個全銷團隊來的 大三二嘛 這樣怎麼維持治安呢 維持治安現在做白雀重要啊 要升職嘛 可能 江頭警長 進升不了了 在這個全銷界 謀求一個進升的階梯 其實他已經升了 因為現在他是代言人 他已經升級了 即是已經不是你們那些 這樣的 幫辦 警司 他們說你走一旁吧 現在警司做了下線而已 現在我是全國的紅人 你們根本這些 就算是警務處處長 我也不放在眼內 警務處處長跟他含鬧啦 吐氣走啦 含鬧才走 現在有新警務處處長嘛 新的未必跟他含鬧啦 新的剛剛做 很肉酸的嘛 舊屋真的含鬧啦 好像還未找到工作 據問 詳實已經澄清了說不會請他了 因為詳實看到整個含鬧的樣子請你回來 其實你應該叫特首辦請回來 做保安 特首辦做那些 之前的入境處處長走去做的 陳國基 陳國基走去做的嘛 跟著林鄭 特首辦 記不到 特首辦主任 記不到 但是有一個問題 人家做開 現在 怎麼讓個位給你呢 林鄭拍你本來就因為你是警務處長 如果你聘請回你 你又不是警務處處長 其實是沒有用的 他或是叫做特首辦 特別助理啦 影印啦 叫奶茶 叫奶茶 幫忙 買大閘蟹 吃大閘蟹 也對啦 這段大生意 我們真的要連政公署查查 快點說了結論 因為你太不合理了 整個警察現在變了 那些指揮官 或者那些處長級 去容許那些討論 即是怎樣 名證言順收受回容 其實 張建聰真的是在說真心話 他現在真的是 無政府狀態 警隊完全是不聽香港政府指揮的 他們自己在搞銷售團隊 搞大灣區樓盤 然後自己在上槍 自己在開槍 什麼都齊 市民更加不用說 市民基本上完全是不聽他們 無論是 男也好 黃也好的市民 都是上街暴動的 按你們一貫的法律來說 我再補充多一次 你那班 走去清路障的非法集結者 拿了工具去嚇倒普通人 全部都是非法集結和暴動 我再補充多一次 所以現在香港人基本上 香港政府是 完全全是 徹底沒有管治的 現在是100%失控 100%失控 那麼這個光頭卡還留在做甚麼 出糧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出糧 留在這裏 就是為了要繼續出糧 這是重點 每個月那種 雖然都要從事 對於作為政府人來說 這件事最關鍵 高薪糧盡 定時為後出糧 不用包保 一下 ICAC查一查 這麼大的銷售團隊 你們平時 說沒有東西在做 現在有很多東西在做 其實我都想問你 其實ICAC你這陣子在做甚麼 消防員要救火 因為周圍也是火 那麼 入境處就負責不讓任何 不是支持政府人入境 海關是專搜出任何支持示威的物品 其實ICAC在做甚麼呢 我知道最近他們破了一宗大案 就是去抓外圍馬 因為他們上面說了不准查警察 所有的精力都去馬場 據說有兩個副連被抓了 但是 我們知道馬不是很突然跑 馬都取消了 你那個 那個職能是沒有的 ICAC 主要是對準政府的部門 政府部門 是的 收受利益的政府部門 現在有個很大的部門 收受很多利益 在搞傳銷 搞Sales Team 所以你說現在是不是管治失效 香港 完全進入無政府狀態 各自各 在做自己 其實 這次建制派的人沒有說錯 政府在做甚麼呢 你應該不統合一下 部門一起做事 各自各是不知道在做甚麼 現在其實應該是由警方去管治政府 由他100%管治 不過當然啦 他管治得那麼辛苦 就要賣樓 賺賺佣金 這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